所以信 大家一定要重视 中国古人说 人无信才不立 这个信的意思 身果无极 在佛法讲 他的功德无量无边 你看刚才我提示的 对自己身心健康 对环境 我们居住周边环境减少灾难 起这么大的作用 人要没有幸运 什么事情都不能拯救 你看 纵将名号 持之风吹不入 雨打不湿 如铜枪 铁鼻 相似 也无得甚至理 就是你没有信心 你念佛 念的再多都没有 你都不能往生 头一个一把信心建立 终日念过大德 万里同风 同以幸运为往生的主因 解释 人天也无 人天也无是赞叹 中日古代的 这些祖师大德 日本这些高层大德 多半都是在隋唐 在中国留学的 他们绝大多数的人 亲近善道大使 净土宗第二代的祖师 再有不少的人 亲近天台山的 智者大使 所以在今天在日本 智者大使的想很多 几乎一般寺庙都能看到 善道大使的所想 他们对祖师的崇拜 超过对佛的崇拜 因为祖师直接 沉船大德 是他们的亲教师 这些人都是将信 真心 切约 认为是往生极乐世界 最主要的第一个因 没有信念 念佛没用处 所以称赞他们 人天也不忘 又彌陀苏超 苏超是连智大使的 明朝万里年间人 他也说 但有愿者 无疑不舍 放置愿力如是广大 言口不信 言口不愿 有愿一定有信 如果不信 他愿不舍不起来 属于这三个条件 信是第一 第二是愿 第三个是念佛 念佛的目的 一定要知道 是把自己的忘念念掉 把自己的清净心念出来 平等觉念出来 这就对 纵然这三样效果都没有 你真正法愿求生净土 也许还真的能忘 这是念佛功德 不可思议 如果你念到清净心念出来了 约往生极乐世界是真的 为什么呢 这个路通了 跟阿弥陀佛的热线 达到了 什么时候去都可以 不过到极乐世界 平率不高 生凡胜同居土 如果平等心现前 就生方便又一土 如果你开悟了 大车大悟了 就是居 阿开悟了 一身时报 专业的 不一样